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AMS的秘密廚房的分享片 這集是重本清的下集 上集說到我在重本清買了很多家庭用品 用完之後我就會做一個分享片 這集會說下我的用後感 值不值得回購 以及我已經拿了車子去買多一轉 上次買不到的東西 再繼續在這集分享 如果未看過上集的 就看上一集就知道我今集說什麼 還有 如果大家喜歡看我這類型的分享片 記得幫我按訂閱和Like 按鐘仔 你們每一個支持都會給我動力去做更多分享片 今次會分享在上一集買了6款不同的家居清潔用品 再加多第二次去買多5款家庭用品 總共11樣 片尾還會分享兩款不同的產品 第一支說的是這支除煤噴劑 最近經常下雨 又加上潮濕的天氣 重災區一定是浴室 現在嘗嘗噴瓷磚邊位 要看它除煤的功效 當然噴完後不用擦擦 看看去到多少成 本身這個瓷磚邊位都不是白色的了 現在看到就這樣沖水已經有明顯的不同 19.8還有9折 我會再去補貨的 所以會給滿份 接著就嘗嘗這包檸檬酸去洗一下一些東西 首先就嘗嘗洗茶漬 粉絲巴很喜歡喝茶 通常杯裡都是白色 白色其實也好 很容易見到污髒就會去洗 我自己每天早上喝咖啡的杯裡都是白色 但不知道為什麼這杯喝茶兩三天就會有茶漬 接著說這包檸檬酸 它本身裡面就跟了這個小匙 1斤就是5克 我用半斤放進去 加一些熱水浸 我大概浸了1小時之後 看看去除茶漬的能力有多少 現在這杯還是看到有少許茶漬 不過浸過檸檬酸之後 加少許洗潔精去洗一洗這杯 就已經乾淨了 如果沒有浸檸檬酸的話 就用海綿刷 又或者加洗潔精去洗這杯 我是洗不掉茶漬的 加工 浸完檸檬酸之後 去到的茶漬都差不多有八九成 如果再浸多一轉的話 我相信這杯已經是純白色了 接著再試用這包檸檬酸去洗洗碗碟機 其實平時我會用專門洗洗碗碟機的洗肌粉去清洗這部洗碗機 大概1個月洗一次 現在還未夠1個月 我都看到有少許污漬 試用這包檸檬酸看看洗得乾不乾淨 好 這樣洗完了 開機之後我都看到有少許污漬 比洗肌粉的清洗能力相對比較弱 可能我每個月都會用洗肌粉去洗一下機 和洗碗碟機做個大清潔 中間可能會用檸檬酸去做一個淺層的清潔 好 之後就試一下洗這個電熱水煲裡面的水垢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讀呢 加工 煲完之後再浸一個多兩個小時 很明顯看到右邊這個沒有水垢 還有乾淨到反乾 今次就示範著放在這三個不同的地方做一個清潔測試 主要都是給大家看下這個檸檬酸的清洗能力 這包檸檬酸用完之後我都會再買 所以我會給滿分五個心 接著就說一下這個一杯有五個清潔海綿 因為我習慣就一個獨立的海綿就用來洗杯 因為一般喝水、茶、咖啡都不會太肥膩 所以我就會分開海綿用 這個海綿大概用了兩三星期 見到那個質地已經開始有點披口了 好處就是提醒你 是時候要更換海綿了 因為其實海綿都要隔兩至三個星期就要換一換 它裡面很容易滋生到細菌 拍到一個新海綿的時候 就會看到它旁邊已經發黃 還有它白潔布的一面已經開始披口 所以清洗的能力相對就會減弱 這個海綿我會不會再買呢 嗯...一半一半 它是值得的 但相對來說就不太耐用了 接著就開一下這包自家品牌的洗碗碟基粉 現在都越來越多人在家裏 增添一部和諧號 洗碗碟基 但相對來說市面上真的都很少地方 有得買洗碗碟基粉 而且賣得都挺貴 這包粉裡面會有一隻小筋 只要跟回袋後面的份量 去加入洗碗碟基就可以了 那看回自己的機是大機還是小機 我就試試放進去 我平時用另一隻牌子的洗碗碟基粉 那個小筋 其實原來大家用的份量都差不多 那我就可以把這包粉放進這個盒子 因為我喜歡它那隻筋 可以掛在蓋上方便些拿 這包粉我用了大概一個多兩個星期 我發現它的清洗能力和我以往用的都差不多 大家都是日本粉份量差不多 從本稱這隻洗碗碟基粉 現在糾折了不用30元 是超級划算的 所以我再買的機會當然給5分 好 接著就說廚房紙 剛好它這個自家品牌都是抽取式的 因為我自己用開了這個抽取式之後 都已經沒有再用一卷卷的廚房紙 一來可以單手拿到一張紙巾 二來包住在裡面 就不用外露在外面 我覺得乾淨一點 以及不怕貼到一些層 尤其是用來煮好的食物 吸一吸油 始終在袋子拿出來便會感覺乾淨一點 現在就對比下外用開的另一個牌子 紙巾的大小大家都差不多 厚薄方面 現在我用這個牌子 就會比較厚一點 隔著一張紙都可以看到外國手掌的通透度 這一張相對薄一點 同樣地 一張裡面有兩層 接著就看一看它的吸水能力 因為廚房紙用得最多的都是用來吸乾一些肉類 右邊那張就是重本清的廚房紙 就這樣看下去 兩個的吸水能力分別不大 再重複印多幾次的時候 我就發覺 從本清廚房紙的吸水能力 仍然還可以吸到水 相比旁邊的牌子 多吸幾次的時候 吸水能力會相對減弱 所以這裡我真的給它很高分 尤其我用了一排的時候 吸水的程度相當高 不要看它真是紙巾薄薄 看上去和摸上手 感覺到好像流流的 那麼薄的 但是吸水能力超強 可以說用它這一張用來吸水 就等於Squatch的一張半 或者比其他牌子等於兩張 至於堅韌度 看到這張紙已經吸水 它都不會說很容易爛 如果一個日本製的廚房紙 現在還要有九折 折了十個零幾 一包八十二張 我會不會再買呢 我用了家裡的廚房紙 一定會再買 因為它的吸水能力超乎我的預期 我真的會給滿分 平時放在家裡用的抽取式紙巾 我會用建力士這個牌子 又或者這個合裝紙巾 它這個自家品牌的紙巾 其實拿上手都是滑身和夠軟的 相比現在我用建力士的牌子 它就會比較薄身 但它薄得來也不會容易爛 剪這條片的時候 已經用了兩三包 用用下都覺得習慣了 和可以接受 相對來說都算耐用 蚊極還有 它一包就寫著有160張 但建力士那個我找不到它有寫到多少張 所以對比不到大家每一張的價錢 如果就這樣計 除開21個八九折之後 每一包平均不用4元 裡面有160張 我覺得也值得用的 講完上一集我買過的用後感之後 現在繼續下去 講我第二轉買過用過的產品 上一集我不是說過要拿車仔再墊嗎 你看看我買的東西真的很重 要兩隻手才拿到 第一件事想說的 就是這一支又是自家品牌出的 廚房清潔漂白劑 潮濕的天氣最傷腦筋的就是毛菌 尤其是在星盤旁邊的玻璃膠邊 最容易就會變黑 其實那些都是毛菌 這些位置我會用一些 專門用的廚房用的漂白劑 日本製造 400克賣 19.8還有9折 我買補充裝 因為本身自己用其他品牌 噴嘴都可以用到 我自己的習慣就是 大概一至兩個星期 每晚洗完碗之後 就會噴在發了毛的星盤邊 或者玻璃膠邊 到第二天拿水沖一沖 就會白雪雪乾淨 可以看到用這支廚房專用的漂白劑 噴過之後 第二天真的乾淨很多 記得要用廚房專用的漂白劑 如果比較我現在用的這隻牌子 它也算便宜 所以如果我用完之後 都會回去再買 另外我買了這支 廚房用的消毒酒精噴霧 都是自家品牌 這支是日本製造 400ml賣23.8 還有refill 現在疫情反反覆覆 我一點都不鬆懈 每次買東西回來之後 都會噴下廚房的桌面 它後面也有寫到 可以噴在什麼地方 以及不需要過水 最近潮濕的天氣 洗完碗的桌布 沒碗布 掛了一晚之後 都會有一股臭味 當然可以用這支消毒噴劑 噴一下洗碗布 還有還可以用來消毒一下雪櫃裡面 因為有時買完東西要放雪櫃的 雖然都要抹掉才放進去 但現在再這樣有空抹消毒一下 感覺安全一點 這些海綿很容易滋生細菌 用這支酒精消毒液噴一下 感覺安心一點 至於我會不會再買 我已經路過買多一包refill了 這次難得帶了車仔去血拼 當然買這個洗手液 我買了個refill裝 因為家裡用的都是泡泡初手液 加上這包refill裝 倒不完 可以扭緊 留下一次用 我覺得這個設計非常好 今次買淺藍綠色這一包 是低敏的 另外有個粉藍色的 就是普通的洗手液 但是奇怪的 就是普通的洗手液 它就會有瓶裝 而反而低敏這個 它就沒有瓶裝 全部都是補充裝 那就日本製造 這個是最大包的補充裝 500ml 賣23.8ml 剛好用完洗手液 就倒進去 這個本身都是出泡泡洗手液的瓶裏 不知道是否壞了 還是他們兩個是不配合的 它是出不回泡泡出來 所以大家都看到 我又買了一支銅牌子的洗手液回來 不要緊的 我用完這一瓶之後 我這個refill都可以倒進去 只不過沒有想過是這麼搞笑 在廚房裏我會有洗手液 因為碟完生肉之後 我就一定要用洗手液去洗乾淨手 剛才也有說到 它低敏就沒有出這個瓶仔的洗手液 所以我唯有買回普通的洗手液 好 看看它的泡泡夠不夠濃密 還有看看洗完手後會不會好乾 它擠出來的泡泡都很濃密 不會很容易散開 就算洗手的時候不停搓它 它的泡泡都還會在 不會說很快就沒有了 我最喜歡它有一大支refill瓶 不是每一次倒進去就要丟 那支refill瓶都起碼用到幾次 而且以它這個價錢和用後感 我當然會回購 好 接著就說一下洗衣機的清洗液 也是自家品牌日本製 一支有550g買14.8g 之前看了一些報道說洗衣機裡面是很髒的 本身我自己都習慣定期去清洗洗衣機 所以見到它有出這個產品都馬上買回來用 其實每次用類似的產品都見到洗出來的水是比較髒 所以提自己定期真的要洗一下洗衣機 如果比較市面上同類型的產品 一支大概都要20元 但它只是14.8g 這麼抵用 我當然會回購 最近發覺升盤下面的廚櫃有股噴味 不知道是不是這段時間潮濕 經常下雨 所以裡面就噴著一股噴味 就算抹乾淨之後 隔幾天都會有這種噴味 在重本清裡面 看到它自家品牌出了這包 燒臭啫喱豬 日本製 這包是補充莊 有800g 賣24.8g 我當然買補充莊 因為這些放3-4星期已經沒有味 我自己找一個小盒 然後倒出來 慢慢用 這包起碼用到4-5次 這個燒臭豬 我這次買了微香 另外有一款是沒有味 倒出來的時候 看到粒粒晶瑩通透 不知道為什麼有個衝動想捏爆它 Hello 最後再說兩件不關廚房家居事 而我自己用過想分享給大家 其中第一件就是這個 從本清獨家的蒸氣眼膜 市面上沒見過這個油加利的味 因為我自己本身都有用開 臨睡前敷一敷眼就會容易入睡 它還要一大盒有12塊 59.9 9折了平均4.5一塊 就算最便宜買到25元一盒 一盒5塊平均也要5元一塊 所以有用開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獨家發售這個油加利味的蒸氣眼膜 之後就想說這支隱形手套護手液 因為我看到它是寫著人氣No.1 我就買一支回來試一試 我自己喜歡煮食會經常濕手 所以經常要洗手 這支噴霧的護手液和手霜有什麼不同 我用了一段時間後 我發覺噴了上手後 它真的很快乾和不黏 最大的分別就是 當你在冷氣的地方塗手霜的時候 就會很爽 但一出到室外的地方 你就會覺得手會有點黏 對於我要經常濕手做食 我自己就很滿意 薄薄一層又可以保護手 不怕經常洗手洗得很乾 因為我自己的虎口位和指甲邊 就算現在夏天都會出現乾紋 當然每晚淋睡前 我都會塗一些潤一點的潤手霜 保護雙手 今集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